大家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十字架中的神国 这个题目我在寻求的时候,所以我只是斟酌之后觉得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负担 今天的经文是选自路加福音24章,其实可以很长,13到49节 我这边主要是跟大家把13节到27节给大家打出来 我给大家快快地念一下,它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个村子名叫姨玛武师,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意见的这一切事 后来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只是他们眼睛迷惑了不认识他 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法性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把他押去 然后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明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而耶稣就对他们说呢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师起 凡经上说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恩祝我们再次的一起来到祝你的面前 我们福福敬拜 也求你的圣明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 特别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 也让我们的心得安慰,得激励 让我们能够看明白 今天你人在做王 今天你人在做公 今天你人在我们中人的心里面再次来眺望 让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你 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恭敬仰望 愿你的名得荣耀 愿你心意得保足 祷告,祈求仰望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明 好,我们现在是大概可能都不太谈疫情了 那我就有机会去跟一些弟兄姐妹多多交流 我以前有一个弟兄,我们就称他为小王 他信主大概五年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 他是这样描述他的信仰 他说呢 我信主这五年以来 还是挺认真的 他也参加教会聚会 也有读圣经,然后也在开始参与一些服事 他说,其实总结起来讲 这个,我是非常相信创世纪一到三章的 然后呢,我也特别感谢耶稣为我 道成肉身,并且受难复活 那我相信他 我就得这个永远的生命 然后呢,我现在还 继续的希望能够做好人传福音 然后等候耶稣的在来 那,我当时听了他这么样讲了之后呢 其实给我很多的反思 因为呢 不管是在北美 还是在别的地区国家 严格说起来呢 我遇到还是不少的弟兄姐妹 都是大概是这么样的来构造 他的整个一个信仰架构 那,而且很多时候 当他们去回答这样的问题 和这样思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信仰架构 对他们的思维 对他们做决定 对他们的一些的甚至行为吧 都还是有很深的影响 那疫情快结束了之后呢 我们就称它为后疫情时代吧 那,我们就可能在往以后 说疫情这个词 大家都觉得你会很奇怪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CDC都已经决定 跟这个一般的流感差不多 甚至比一般有些流感还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那,我再有机会去跟这个弟兄交流 当然也包括 当然也包括这个 其实我现在这个讲小王 是可能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 我看到一个现象呢 就是说,这样疫情下来 大家可能开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害怕 然后开始有一段时间觉得很无助 那到后来觉得事情也可能也差不多这样 然后教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甚至可能在某些地区国家 现在仍然遭受很大的冲击 那,有一个现象就是包括华人教会在内 这个回归教会的人数 没有以前疫情前那么多 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做出一些不同的选择 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出于各方面的具体的原因 但更让人关心的可能是人的这个心态 那这个弟兄就跟我谈到 就是说,似乎这么样的经历了还是经历了一个挑战 这个不管是自己在疫情期间可能生过病 然后教会的聚会,服侍,成长 各方面都受到影响 那这样下来之后呢 似乎觉得不是很确定前面的方向 那可能更让人担忧的是个动力不足 那,普遍的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值得我要全人努力去继续这样的追求 那这样的情况 不光是在北美我所了解到 那在大家可能一些所在的地区 还有别的一些地区呢 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 但与此同时呢 有在别的地方产生 似乎产生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大家因着很深的感觉到 心灵一种的饥渴和需要 他们对神的这样一个的追求 似乎变得更突出这样 所以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趋向 那这些的交流呢 就让我有一些更深的反思 那以后有机会可能跟大家可以多交流一些这些方面的内容 我今天就想提提这一点 就是十字架和神的国的 这一个的反思 因为呢 在华人教会当中呢 我自己认为是非常非常感恩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的传统 那就特别强调十字架 高举基督对付老我 我下面这些词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 觉得非常看重生命 教导强调射击 在我们经历各样的这种 降悲 受苦 受压制的这样状态底下 我们仍然能够定睛在神身上 那教会也特别的强调这样的信息 那弟兄姐妹也特别的觉得能够有一个基督的生命 可能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最关键的部分 那这个在北美至少 有另外的一个重点 那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应该说是二十来年吧 可能还不止 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就是如果大家 当然大家可能是因为处在不同的地方吧 因为我在北美也有机会 有时候出差或者是到外地去到一些西人的教会 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或者是读他们写的一些书 和他们在西方的这些基督教的杂志这样 那基本上就看到呢 就是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强调神的国 那你如果仔细地去看说 他们在强调教会在强调神的国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那往往他们可以看到是神主权的彰显 然后很有能力 也有影响力 甚至有权力 那这个呢 也会拥有许多 那当然一方面是一种财富的拥有 那还有一些关于别的方面的拥有 资本啊等等 这个恩赐啊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这个七三领域 当然我大家我想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在这里面没有任何怀疑或者点 第一章我只是在描述 我自己这些年在 在北美 这个地区看到很多教会 相对来说 在西人教会里面 对施加的强调 就比华人教会要弱一些 我再强调 我不是在有任何的案子 或者批评 或者是怀疑都没有 我只是在陈述一个 我自己这些年观察到的一个的现象 那我记得 我记得我 信主大概 可能七八年的时候 进入一些低谷 那个时候 快十年了 刚刚认识这个沃律牧师 就是 这个朱建牧师师母这样的 然后 他就说 他说 李辉尼有没有读过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 很多都了解这本书 就是李特森弟兄写的 他其实是关于罗马书的 几章的一个解释 然后我就 他就把他那一本送给我 或者是借给我 我都忘记了这个李会 还给他 上面划了很多笔记 然后我自己认真把它读下来之后 对我有很大很大的震撼 我才等于是说 中国背景的这个华人教会 在生命和十字架的道路上 走得非常的深 非常的远 然后留下一些非常宝贵的这种帮助和教导 我到这次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 也特别又在把它调出来 在网上把它调出来 又看了一些章节 很有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去看神的国在那本书里面 有没有被提及 严格说起来是被提到 就是第五章 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 好像十字架的分界那一章 第五章第六章 不是很记得 那当然他提到那个神的国的时候 是对比于这个世上的国和神的国 那至于说 至于说神的国跟十字架之间的关系 他有提到一些 但基本上就带过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华人教会 其实是相对来说 主要是强调一个高举基督 跟随十字架 强调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一个 一个的属灵路线 那这个 所以这样的观察呢 我为什么提到这样的观察呢 因为我自己我自己这个这些年 我是92年幸福收席的 所以说可能讲起来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 因为也是看到华人教会 不仅是在北美 包括后来有机会 接触到在国内和别的一些地区国家 现在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华人教会 也算起来也有40年的历史 甚至40多年的历史 那北美华人教会可能有30多年的历史 其实到了一个阶段 也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我觉得神或许有一些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的反思 然后呢调整 那对于新一代的教会弟兄姐妹 或者是新的一个世界的局势 世界的需要 或许有一些的反思跟分享吧 那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到一些神学书 或者是关于一些别的讨论的话 神学家们甚至也非常严肃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 还有书信所体贴出来的内容之间 是怎么衔接起来 是不是一致的 那这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你比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位信主五年的弟兄呢 到现在可能已经不止五年了 可能已经快十年了 疫情就四年了 所以就是说 怎么样把他左边这个蓝颜色的 这个他的这个信仰架构 这显然是有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受难以复活 那怎么跟神的国度这样的一个的架构之间 能够衔接起来 或许在他信主头五年的时候 这个还不是他思考的议题 但伴随着他的成长 然后又在他的成长经历中 又经过疫情的这么一个震动 那他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思考 就是为什么他觉得 似乎实际方向也缺乏动力 那是不是跟他原有的这个信仰的架构 是有一个很根本的连接 所以这样的架构导致了遇到什么情况下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路加福音24章呢 是其实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 就是之后很快 跟两位门徒的一个对话 那你回到23章的时候 就讲到耶稣受难 被钉死十字架 那大家都知道跟他一起 钉死十字架也还有两个强盗 那有一个强盗呢 比较有悔感 所以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祭练我 所以我 我有说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也很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 就是显然这个 这个马上要被钉死的这个强盗 他看耶稣的时候 他似乎把受难和德国呢 都看出来 因为显然耶稣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 非常虚辱的一个过程 那大家有机会如果去再读一下 路加福音里面描述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讲到罗马兵兵是怎么样的折磨他 然后也羞辱他 所以最后用这种非常令人羞辱残酷的形式 来最后钉死他 那这个强盗 当然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自己也是处在这个过程中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的确看到了就是说 这个跟他一起被钉死叫耶稣的人呢 他会德国降临 那这个其实 我记得我自己信主 一直到信主可能十二三四五年之后 才开始对神的国度模糊有点感觉 所以我当时想到这个强盗的这种的一种认知 其实还挺感慨的 我们我想下面再把这些经文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比如说 耶稣跟这个门徒呢 他在描述耶稣的时候呢 其实还挺全面的 他就说这个拿伤猎人耶稣呢 他在百姓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形式都有大能 然后呢也被钉死了 然后呢钉在石架上 然后呢这个 又他们又听到说他有可能复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 这个其实他们因为是亲身经历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呢 还是比较全面的这样 那这个 而且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另外一个 可能更重要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叫耶稣的人呢 是先知 是素来 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 那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背景 那如果大家去 有机会去 去查考这段 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的话呢 就知道说呢 这两个门徒他们讲的意思呢 就是说耶稣是 基督或者是弥赛亚 这是同一个词 同一个意思这样 那也就是说 这个是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 要来赎他们 所以呢 这个路加写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当然 我们如果从解经的角度去理解 路加作为一个作者受寸命的感动 来选择记载某些话某些内容 选择有些记律详细 有些记律比较简单 那都体现出他作者是有一个 又有他的一个原本的意思 他想传递给当时的 收到他的这个 这个写的内容的这群人 那也借着这样 教会把它保存传下来 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去读 去理解这个路加当时的意思 那解经家们会告诉我们说 他们那个时候 教会可能已经有 二三十来年这样的 就路加写路加福音 跟使徒行传的时候 那第一批的使徒们 很多可能都已经殉道 也被 那路加大家知道是跟随保罗这样 所以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 和使徒行传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的这个对象是 针对当时的基督徒 但特别是他们的背景是 是外邦人的背景 那很可能是保罗 在各地所建立教会 这些教会群 那路加也有很 跟随保罗有很多机会 都在这些教会当中服侍过 所以他也决定写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其实 其实那两卷应该放到一起 就是 那第一部分呢是讲到 主要是强调了耶稣在地上的服侍 一直到 那是从一章到二十二章 一直到他受难 那就是二章的后尾到二三 一直到复活 二十四章的头一部分 他记载整个这一个部分呢 是让 收信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得到兼顾 让他们明白 亲自的直接的明白这些 第一代的接触过耶稣 对他们的人太详细考察 那耶稣的生平和他 为什么我们认为 他就是 就教会认定就是 这是他所神所设立 苏来所盼望 也就是这个 基督或者是弥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他在传递一个很根本的信息 就是让接到信 接到路加福音的人 明白 耶稣在神的整个的这个计划当中 他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实现了神 在他身上的这个命定和心意 然后也为 不仅是为以色列民 也是为全 全地 包括 特别包括外邦人 都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拯救 和带下来这样的一个国度 所以那使徒行传呢 就就接着他 第一在第一卷讲到耶稣 就接着这个耶稣继续 圣灵带着 使徒们 门徒们在各地 完成耶稣所吩咐的这个计划 所以 门徒们在那个时候 耶稣呢 就还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 我刚才讲的这番话的意思 总结 那就耶稣的后来就 就 跟他们解释了 就是说 耶稣不客气 就是说你们这个 到现在还想不通 还不明白 耶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这里面呢 这个受害这个呢 是门徒们都很清楚 又看了 又明白了 看见了 又进入他的荣耀呢 在 在教会历史里面呢 或者是在 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解读当中呢 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有一些是 把进入荣耀强调说 他是升到天上 那的的的确确有 有这个经文 也提到这样的一个 关于耶稣 他是升到高天 这样 那还有一类解读呢 是说 是他再来的时候 所拥有的一种的荣耀 那这个也有看到这样的经文 是描述这样一个情形 那 因着对于 又进入他的荣耀 在教会历史当中 不同的一些的解释吧 特别是这前两种呢 基本上就会 给人一种 或多或少吧 会给人一种的 认知或者感受 就是说 这个荣耀要在 在这等一段时间 然后 而且现在还比较遥远这样 那 还有一类解读呢 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 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这个今天分享 这个这个主题 这个题目呢 就是说 他 他耶稣在石家上 所成就的 他的受难和复活 包括后来的升天 还有之前 他将 降世为人 然后在地上 所行的这一切事 包括他传到 一并赶鬼 传天国的道理 这个跟呢 国度的降临 是直接 同时发生 就是 所以说耶稣 那 这样的一个 解读 那国度的降临呢 就是带着他的荣耀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降临 也没有完全的实现 所以说 从这个意义上 耶稣是在解读说 他这样的受难与复活 同时也已经进入了他的荣耀 当然这是 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 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 要把 他的受害和金融荣耀 两个放在一起来考虑 而且是同时在进行 所以 这个理解呢 它是基于两个很根本的 解经的原则 第一个呢 就是说呢 首先对基督这个称谓 要全面的理解 我们华人 有些时候对这些事情 可能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去 研究和解读的话呢 可能就带过去 但当时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其实在教会历史 早期历史当中 对这个词的把握 是非常的精准的 特别是使徒们 你去读保卧的书信 还有别人的书信 就可以看得见 就是说 因为基督 弥赛亚的意思是 收高的王 那既然称他为收高的王的话呢 王一定是跟一个统治 一个国度 发生关系的 而不是一个光杆司令 这样 所以以色列人 从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知道说 将来神要拆来的这一位呢 是一个王的身份 而不是一个 而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拯救 那华人 至少我在接触信仰 很长一段 头十年 基本上 是从一个拯救的角度 来考虑我的信仰 第二个解经上面非常关键 为什么说 陆庆他的荣耀 是把受害和国度降临 放在一起 是因为 这个对先知预言的解读 那很多对先知预言的解读 当时还是有他的奥利的 但是门徒们 因着看到了耶稣的生平 和他的交道 所以以至于 大家如果有印象 在十五行传第二章 彼得受圣灵充满之后 所站起来分享的一番的内容 那里面就非常明确的 把耶稣是基督 神帝他为主 为基督了 这样的话 就是 这个 把他特别的 把他强调出来 这样 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因着明白 耶稣的生平和教导 他们 第一代的基督徒使徒们 也明白了 先知在旧约的预言里面 至少有一大部分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再有迷惑 因为当时的解读 可能还有一些不清楚的 所以那这里面 可能最最让门徒们 觉得 觉得惊讶 或者甚至不能接受的 就是 就是实价的这一点 你注意看 他这个经文里面讲 是说 耶稣就从摩西和先知起 反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我有时候读到这样的话呢 也在 也有好奇在里面 因为 显然这个 门徒们 在当时 觉得明白了 然后后来 还要等到 这个 的的确确是 要等到 这个圣灵的 再次的 圣灵的 圣灵的将领 然后他们才 才进一步的明白 神的这个计划 是 耶稣的计划 是怎么样展开的 因为在 马可福音 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当回改 信福音 等到这个 在十足行段 第一章耶稣受难 复活之后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那门徒们一直还在挣扎的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 十字架 因为 因为认为 耶稣是 王 而且带下了 什么国度 他们 似乎更 早就接受 更容易接受 但是 但是耶稣是走的这种 一个十架的路 来实现 这个 这个国度的将领 是 是门徒们 非常挣扎的地方 在马可福音 连续三次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四章 耶稣跟门徒们 的对话里面 本质上都强调了 这一点 就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及时长和人士 弃绝 并且被杀 过三天复活 所以 其实 第一代的 使徒们 他们 在 明白 耶稣 就是 弥赛亚 就是基督的 这么一个 这个一个 这个化时代的 这么一个 启示 同时 是关乎 不仅关乎他们 不仅关乎 犹太 以色列国 也是关乎全人类 甚至全部 受造界 那与此同时 那一点 相对来说 他们接受的同时 非常挣扎的 就是这个 十字架 当然 借着这样一个 借着的这样一个 表面看起来 非常矛盾的 整合呢 才带出了 这个 圣灵这样的 一个将领 不是要带出了 就是紧接着 这个圣灵的 这个将领呢 在第二章 继续的 来 开启 启示 门徒们 使徒们和门徒们 让他们知道说 神从 起从根骨 就有这么一个计划 那是神定义 是让 他的 独生 爱子 走 十架的 这么一个路 神原本计划中 在这个神的 国度的这个 来临上面 完全的掌权 所以 因着 逐渐的 门徒们 明白 逐渐的 明白了 神 为什么是 这么样的选择 这条道路 他再去 回过头来看 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 其实一直在反映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特点 因为 旧约的 以色列人 其实 神计划 展开的过程中 被神所 当作 所有的选民 来 与神 互动 来逐渐的 来展开 神的 这个 神的计划 所以 我这里面 给大家选 这个四篇 八十一篇 其实 我有一次 读到这个的时候 心里 唏嘘不已 就是说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从埃及 挪出 一棵 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 栽上 你在这树 跟前 预备了地方 他就深深扎根 变满了地 他的影子 遮满了山 枝子好像 加美的香薄树 他发出枝子 长到大海 他说 曼子 沿到大河 你为何 拆毁这树的 离巴 任凭一切 孤独的人 灾去 临终出来的野猪 把他糟蹋 野地的走授 拿他当食物 万君之耶和华 从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 所兼顾的资质 所以 这些 这个诗篇的 这样的内容很多 其实一直在 在表现了 整个的这 几千年的历史 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 在耶稣来之前 包括耶稣来之后 他们所经历这样的 一个磨难的历史 但是神靠着他的恩典和信使 总是仍然保持了一个 remnant 一个愚民 那能够 能够一直去明白 神在这个 他们身上 很不同的时代 地区的 族群的这样的一个心意 然后持守这么一个性情 直到说 神必定会 差遣这个 这个基督 那就是在耶稣身上 这样的一个实现 那在 耶稣跟门徒的 这个时代的时候 耶稣所体现出来的 同样是 这样一个受难的弥赛亚 那大家也 非常的熟悉 这个 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 我们刚才这段的经文 也已经读过 这样 那 在使徒们 特别是保罗 他的这个 当然使徒行传 记载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 也看到他经历 非常非常多的磨难 那 十个星传里面 也记载到 很多的使徒 包括殉道 和他们所经历的磨难 那我这地方就 非常快的 就是把 十个星传 十三到十四章 这两章的内容 简单的这么排列了一下 大家 我并不想跟大家过 过这个里面的内容 我只是想把这个结构 这么样的排列 让大家看到 就是说 十三章 十三到十四呢 在 在教会历史里面 被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城堡 那就是 大家熟悉的话 就知道说 这是圣灵和安提亚教会 差遣 巴拉巴和保罗 他们 第一次就到各地 把福音带到各地 而且在各地建立教会 然后又去兼顾他们 那 从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 一直到 第十四章的二十八节结束 他描述了一个的行程 他们限时到 塞普路斯岛 然后 最后到了比西地的安提亚 最后一个念 路斯的特比 然后 折回来的时候 又是原路路斯的 一个念安提亚 别加和这个 安提亚 就是 他这里有两个安提亚 一个是比西 比西地的安提亚 还有一个是 在叙利亚的安提亚 参体的教会 所以 这个 这个 在 在圣经结构 解经学上面 成为一个 Keyastic Structure 结构 这个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但是这种 这种一个层次性的递进 然后呢 中心这一段经文 就是作者特别想强调 路加在写十五行传的时候 就在这地方 如果你去读那段的经文的话 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就回路斯的一个念安提亚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 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教会中 选拟了长老 又近视祷告 并把他们交托 所信的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路加他这么样的安排 他特别把这段话 把这个细节 把它描述出来 就可以体现第一代使徒们 特别是保罗 他们是怎么样在看待 在他们那个时代 领受 领受这个圣灵的带领和托付 继续耶稣在地上 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那就是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就是我们今天通俗讲的是 走十字架的路 进入神的国 但是呢 尽管如此 他们仍要兼顾 所以他们的角色是兼顾了门徒的心 门徒的心 希望被兼顾 又要横手 所信的道 那又不断的成立教会 又有领袖长老 又把他们交投给主 所以保罗在他 晚年这个殉道之前 写给提摩泰 提摩泰后书里面就说 不要以我们的主 以给我们的主 做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为主 被求的为此 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 那 如果大家再去看教会历史的话 其实是 1500多年 这个这两个是从来不分的 这里面我就 我在 我有读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 英文就叫做 Kingdom and Cross 中文翻译出来 就是国度和这个十字架 这样 这篇文章是2020年写的 在疫情期间 那这是一个 一个牧师和一个学者 他就 文章不长 他就 他这里面选用了 这个 奥古斯丁的一句话 他说 英文是说 The Lord has established His sovereignty from a tree Who is it who fights with the wood Christ from From his cross He has conquered kings 中文翻译出来的就是 主力君权于一树 他这个翻译还比较文雅 换句话说 就是神设立 高举了这个耶稣基督呢 是在十字架上 那就是基督 那从这个十字架上呢 他征服了列王 就是建立起他的国度 掌权这样 马丁路德本人 那就是这就已经到了1517年了 大概在那个年代吧 他就说呢 他就非常的责备那些 不能调和释迦和国度的 说法和想法 他就说呢 不能调和这两个思想 基督应死万亡之亡 他就非常责备那些不能调和 这两个什么思想呢 一个是基督应死万亡之亡 他也应受苦 并被处于死刑的人 但是到了近代 就是启蒙运动 就是17世纪 然后再加上 从18世纪开始 甚至到现在了 但是现在可能稍微 有一些没落下去 就自由派神学的发展 19 20世纪 进入高潮 在那个时候 教会就开始出现 不同的声音 然后对很多这些的理解 也产生分歧 导致了这个神的国和石架 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鸿沟 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就是所谓的社会福音 Social Gospel 那个时候在东岸 一个叫 Walter 这个名字很长 Walter Rushenbosch 他是受德国的这个自由派的神学的影响 就 同时 我相信他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震撼和感动 他觉得 信仰应该能够很好的帮助到极其有需要的人 那这个需要就是各个方面 甚至连生存的需要这样 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痛苦 所以说呢 他就非常的强调这个福音 也要有能够帮助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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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人的社会 生存的这些 社会地位的等等这些方面 得到照顾 那以至于最后 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后人 把他推到了一个旗帜呢 把福音的内容都有些调整 把这种 帮助人 能够过上好日子吧 看得比这个福音更重要 这个呢 就被很多后人认为就完全走偏 那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 Richard Lieber 就这么样评论他翻译出来的 其实在这样一个思潮底下 所带出来上百年的这么一个推动的 简单的讲就是一个 一位无异幕的神 借着一位没有私家的基督的帮助 将无罪之名 带入一个没有审判的格度 英文这个是非常难读 A God without wrath Broad man without sin Into a kingdom without judgment Through the ministrations of Christ With all the cross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对教会也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保守派 因为一看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离开了福音的根本呢 就非常的这个愤怒 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 这个大本营 就是阵营吧 就是说这个十字架的根本 那反而就不谈国度了 就是所以 所以大家 等于说两派各站 各站一方 一个站在国度的这个框架底下 一个站在十字架框架底下 就 就 一站就站了快一百年 这样 那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这个 这一本书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 非常非常有间谍 华人教会 我刚才讲到 就是说非常强调这个 十字架 近二十年呢 我至少我注意到这个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也在强调神的果 那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跟这个西人教会 在对国度的认识上 也有很多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这个 这个福音派 或者基奥派 他们慢慢醒悟过来说 神的果本身 就是耶稣 从来不跟十字架分开的 我们当初为了跟自由派打仗 这个 坚守了十字架 结果 结果把这个国度的这个 整个这个领域拱手 或者这个架构里面的这个部分 就拱手让给了这个自由派 他觉得挺灰的这样 所以呢 就开始希望能够把它捡回来 那这个要去认真地捡回来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等于说这个神的果的这个概念 已经被一定程度的扭曲 甚至弄得很混淆了这样 那 同时 新一代的教会 要想学习 怎么样真正地把这两个方面 就是十字架和国度 像耶稣那样 真正地能够有基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完全地彰显出来 其实 很多福音派教会是有困难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常常会出现很多的挑战和问题 我拿我自己做例子 我是92年信祖之后 最开始连十字架这一块都不是 我都头十年都不知道在哪 那后来 就像祝募讲的这个 三年还是五年才有感觉吧 这样 那后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 沃利牧师叫我去读尼利兄的书 还有很多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他们那个流派的这个内容 对我是这种救命性的帮助吧 然后很有意思 这个大概这个十年之后 大概在09年的时候 我在我在我所服事的教会就开始 讲这个马太福音 那所以09年算起来到今天可能快15年了 我回想起当初神这些的带领吧 我去认真地去读马太福音 然后反复地寻求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的惊讶 我说 这个怎么跟我 这个 我那时候如果09年 我是92年受洗的话 已经信祖十七八年了 我说什么 跟我这个信仰之后差别好像还挺大的 那我想肯定不是我对吗 这个是 所以从09年一直到1213年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吧 就是去理解神 圣经中关于对神的国的这样的讲述 所以 从那以后我才 我才我的整个的信仰 又有一个大的飞跃 就是如果说信主快十年之后 明白了强调十字架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帮助 祝福和飞跃的话 那从09年到13年 对于这个神的国的这样的学习和认识 又是一个大的飞跃 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 华人教会不谈这个事情 那我刚开始还觉得说 哎呀 为什么不谈干什么 到后来明白过来神 可能有他的这个智慧 他可能华人教会还 还还没到时候 那当然到了今天又是快十年了 那北美的很多福音派教会 不管是西人还是华人的开始 非常重视神的国 我相信在 我不是相信了 就我观察就是在国内的教会 大概可能从过去的 少说五六年 多说七八年 也开始在非常的关注这些 我知道华木 其实在 在将近十年在国内的很多的培训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线 那伴随的这个呢 在北美也产生这个 不是伴随就是就是 与此同时呢 也有一个叫做使徒和先知性的运动 大概二十多年了 那可能大家熟悉的像 iHOP就属于这 这个状态 那当然现在iHOP 出现很大的挑战 这个也是神带我有机会去 去接触 然后了解 甚至也 受很多的祝福 我是觉得 想把这个 这个历史跟大家这样的呈现出来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到了 我自己感觉 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状态了 那 西人教会 福音 从福音派 为大本营 然后来去尝试的理解神的国度 那这个使徒先知性的运动 他们首先占到的这个这个平台就是什么 那他们后来发现出现很多问题 包括现在iHOP所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反思就是说 其实让我比较惊讶 我有机会去听一些 这种使徒先知性运动的 他们这些教会的一些讲道 他们现在开始讲十字架 所以这个不是说现在才开始 可能以前时不时都有 但是我注意到他们频率在增加 这样 所以 那 西人教会有点是至少有一个 有一些支派从这边想往这边靠 然后中国教会是 主要在这边想往这边靠 那这些都体现出 我们有很多还不是很懂 有很多这个挑战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要非常谦卑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其中一个非常的不容易 换句话说今天进入到这种末世 极具的大征战的状态 他根本就不等 不等着教会是不是 慢慢的来学这样 基本上教会如果跟不上学不会 搞不好就被淘汰了这样 所以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 我这里边没有处于安全考虑 没有各方面的考虑 没有把很多的这个细节全部表达出来 但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就是说在我们以前在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可能是跟自己的配偶啊 跟同事啊 或者是这个教会里面某些同工啊 当然这些情况可能还继续有 不是说没有了这样 但其实现在加速的在转变的状态里面 我这里边写了当地和大政府和文化 我先拿北美做例子的话 在美国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城市的 这个这个这个当趟 就是就是重要市中心 都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毒品啊 还有别的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直接对于教会 对于下一代有很大的这样的冲击 那这个大政府啊 现在全球所呈现这样的局势啊 这种独裁统治的这种啊 意识形态啊 那虽然像像美国号称是民主 但是啊 两党啊 现在打成打得不可开交 很多基督徒非常的这种 觉得挣扎不知道啊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行这样 那这个文化啊 那这个文化啊 这种世俗文化 发表他们的建议认为 说整个这个文化的发展 是为将来下一步啊 啊 Transhumanism 就是啊 应该放映成啊 啊 就人和机器啊 人和别的东西的一种混杂啊 啊 那先是让大家接受啊 性别啊 可以改啊 再让大家接受机器啊 AI可以 人工智能可以啊 可以代替很多满足很多 然后再进到下一步啊 人和机器的一种混杂啊 那这个跟奇事录里面 某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的啊 老约翰所看到的一些的东西 是是有一些相通的这样 所以所以这个啊 当教会 特别是福音派教会 还在 还在学习说 啊 怎么样啊 回到耶稣当初的历史 基督受害必进入荣耀啊 这个释迦和国度是同时啊 同时在进行啊 而且是同时在达成的这么 从事产生功效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原本的这个意思当中 那教会还在摸索的怎么怎么 到底怎么弄的话呢 这个这个外在的环境和挑战 完全不不不等我们 啊 那 当然你可以是说 我不管这些 我继续回到我自己的这个圈圈里面去啊 那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就没有完全承载 神在这个时代人留我们在地上啊 要完成这个使命 也就是他的这个国度啊 这这个这个部分啊 那 如果想去完成国度 面临所有这些的很艰巨的挑战 却忘记了实价原本 呃 实价是唯一的一个 一个一个道路的话呢 那出也会带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样 所以啊 这里面 呃 我我我对不起 我这个时间是不是是不是已经严重超过了 我对不起 我刚才没注意看这个事情 没关系 哦 呃 那呃 呃 那我就 这这这一部分就希望 希望快一点啊 就是说啊 我在右边呢 呃 列了这这几块 我是觉得呃 像我回到最开始 这个叫小王的这个 这个弟兄 他 他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架构里面 呃 缺乏了这个国度 所以他 做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觉得说已经差不多了 那的的确确是挺不错的 就是说他对信仰认真 啊 也参与服事 也尽量做好 啊 但是 光有这样的一个架构 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承载不了 啊 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的挑战了 啊 那要想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 啊 尾声与神 所以说换句话说 其实走十字架的路 啊 最最一个 呃 明确的体现就是尾声 做主的门徒 啊 也就是 耶稣对 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这样 所以那做主的门徒的话呢 是是不仅是一个身份 同时也是一个领受 承载领受 他在所托付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不管我们是在哪个地区 那社会是什么什么族群 所以这个尾声啊 要想真正的尾声啊 你必须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啊 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或许就像那个小王那种情况就觉得好像已经差不太多 笔上不足笔下有局 我就先保持这个就不错了 就啊 那很难真正的做到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是真正的一种的尾声和这个啊 啊 和和承载使命这样 所以啊 但与此同时他特别的啊 啊 要强调要提醒我们 要要通过实驾的方式来承载使命 来尾声做主的门徒 啊 我们是不是啊 体现出爱 而不是啊 仅仅是体现出能力 我们是不是体现出一种饶恕 而不仅仅是体现出一种公平 啊 我们是不是满有恩赐 啊 而不是 而不是好像公事公办这样 啊 很大的这些挑战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会觉得说 我只要公平了 我只要啊 我只要呲守了 可能就就就就够了 那其实是非常不够 因为啊 特别是在今天后现代的这个时代 很多的人他们啊 已经变得非常的啊 啊 出现出的不是 啊 都没有什么样的啊 啊 渴求和啊 啊 和 和追求 那更需要我们很主动的去关爱啊 啊 更主动的去体现出激动的这种犧牲爱啊 更体现是一种诚恳 更体现是一种饶恕 宽容 那这些的饶恕的宽容背后 其实是基于我们认定 神是掌权而且带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是对我们要求是更高 所以我有时候常常问我自己 就是说虽然好像身在北美 说受逼迫 当然牵强的讲一讲可能也有 但是我觉得倒不是说 自己给自己过不去 要找什么苦吃 而是我觉得更多的持手食价 是体现在后面这两个 就是是不是真正的尾声 而且是不断的尾声 更深的尾声 其实这个也是持手食价的一个 很根本的体现 因为完全的尾声 意味着把自己完全的放下 那这种舍己这样的过程 其实我们包括 就是我自己其实可以 几乎每天也 每隔一段时间都可以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这三个月下来更爱主 这三个月下来更爱 更明白他在我身上的这个使命的托付 我这三个月下来是不是 在付资 更大的一个努力 能够让自己 融入到这样一个计划 花更多的功夫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 其实这些其实就可以变成是 在我们这些外在看来 好像没有 没有这种苦难的这样的一个 社会氛围当中 其实 有很多值得我去 在更深的尾声 在持守 食价的道路 舍己的道路的过程中 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刚才提到 在今天这个时代 信仰必须要从个人的层面 进到一种群体的层面 它是远远超过 我个人得救的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能够明白文化 而且能够对文化 对我周遭的这个人事物 都产生某些的影响 我是深信 是神在我们身上 非常明确的一个托付和呼召 对不起 我就不多展开了 那我想最后结束呢 继续读他这段经文 其实很有意思 就耶稣跟他们讲了之后呢 就是说你们这个 什么 太迟钝了 耶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请不是应当吗 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之后呢 又走一段时间 他们就快到天黑了 他们就做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 白开递给他们 他们眼睛就明亮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吗 他们就立刻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 十一使徒和他们的同仁 聚集在一处 说我主果然复活了 已经等等 他们也把在路上 所遇见和掰比的时候 怎么被认 被他们认出来 是都诉说了一遍 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心中挺有触动和感触的 我想大家可能 这个聚会 跟朱姆有很深的关系 他可能也常常讲到这些的 一通一亮一热的这些的 我注意到就是说 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 路加这样一些的描述 从某种意义上不难看出 他在暗示好几个方面 一个当然是跟主餐不分开 还有一个是圣灵的工作 让他们明白 然后讲到神的话语 让他们心里火热 然后呢 这也另外就带出 他们又重新的能够聚集 来意识到说 其实很可能 耶稣在他们身上 要做的事情 这故事还没有结束 而不是说 他好像被杀了 就结束了 的确确是复活 复活之后 的确大家如果去读 十五行传第一章的话 就看到 耶稣对他们 有下一步亲自的带领 最后也有一个使命的吩咐 然后是有圣灵的降临 所以同样今天 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一个 神这个介入 与我们同行 帮助带领我们 并且保守我们 这样一个方式是没有改变的 他也设立了这样的一个 Sacrament 让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虽然2000年之后 虽然我们眼睛 看不见他 但是心里却相信他 也坚信说在 今天这个时代 他仍然带领 他的门徒们 组成教会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族群里面 继续来完成他当初所吩咐 知道他带着荣耀 再次来的时候 好 谢谢大家 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 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 忍住我们感恩 让今天 你的众儿 你能够在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领受你的话 为你的圣灵 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工作 我们谢谢你 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需要 谢谢你 也知道我们前面的路 应当如何走 因为唯有主 你自己的心意和安排 乃是最美好的 也是最适合我们 也是最造就我们 求你今天 恩待我们每一位 在我们上去之后 在将来的这个礼拜里面 继续的保守 带领我们的心怀疑念 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你 也更明白 你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和带领 也愿意我们能够继续的 在你里面维身 愿你在这一切 我们的生活当中 心里得满足 谢谢主 再次的感恩祷告 奉祝耶稣宝贵的圣灵 阿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